NEO聊四季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別的賽事 那這場賽事有點像是偏遊牧行事的 但遊牧行事的話其實也沒到遊牧多哪裡 你看一開始大家可以自己選擇 自己想蓋的位置 而且村民都是聚集的 都在同一個島上 主要這個選擇區的是 看你要蓋哪個資源點而已 那一開始大家會有三個聖物 那村民一開始是16村 所以這個開局模式 整體而言就跟一般的阿拉伯 我開局就是不太一樣的 那還要順便蓋這個房子 不然會卡人口 因為一個TC只有提供5人口 那最好一開始就趕快多蓋兩個 避免後面或是有暗村民的話會卡村 好 我們再來講一下藍色的選擇文明 藍色是右 中國最強的玩家 那法蘭克的玩家這邊是有一個優勢在的 因為這個地圖有兩個果蟲 那法蘭克的吃果蟲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好 這裡還有一層 兩層 所以他在前期呢 法蘭克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優勢在 那經濟上來說 肯定是比馬扎爾會好上一些的 那馬扎爾的話 經濟可能會差一些 所以法蘭克這邊肉 可以多爆一點肉馬出來 打一個封建壓制 那如果要打封建壓制的話 就要注意馬扎爾的異攻加成 除非自己也上異攻 那就另當別論了 那主要法蘭克呢 前期來說經濟好 中期也好 然後大好球 也算是ok的 因為他這個農田技術是免費的 所以到了後期之後 要特別注意法蘭克的192游侠 這個192游侠很容易出場 因為這個遊戲地圖的環境是超級多 你看這個 金礦術超扯 所以基本上法蘭克打馬扎爾 這個要注意的東西 就只有他的馬弓而已 他的馬弓是最大威脅 除此之外 應該都可以靠192游侠直接輾過去 像自己的火槍 直虎兵 還有擊兵 反而看應該就是沒什麼大大問題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馬扎爾 馬扎爾的話 最大特色是有這個 免費的異攻加成 直接斷鬥技術 這條線路全部給 到了帝龍時代會直接給三攻 所以特別的好用 但是最大缺點就是 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馬扎爾也是偏強軍事的文明 封鍵時代打落馬容易 再來就是馬弓 有這個反驅弓可以用 射程多一弓 射程多一 然後攻擊力也多一 所以他的縱裝馬弓也是相當要注意的一點 再來就是他這個 馬扎爾的標旗兵 打功德系傷害也不錯 那出此之外的能力 我們就不多提了 那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出此之外 木頭也是偏少 一開始這個島上的木頭很少 所以到勢弊 你到了城堡時代 你一定要下去 去這邊開TC 那如果你來這邊開TC的話 也可以來捕魚 這個海濱魚群 但是吃小魚 還是要靠村民去吃魚的 那所以這場打法會比較有多變化性 那也可以像這樣子 馬扎爾直接前起 就去開一個魔坊 去撈魚吃 還按線撈 真香 那旁邊也有一些小石頭 那主要的玩法 還是要守住自己的大城 這個高地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高地地方 斜坡部分也是不能蓋建築物的 所以這邊防守來說 會比較顯得困難一點 很容易就蓋一蓋 還是會有漏洞出來 除非你就真的很細心 一點點把自己家裡維持 那就另當諜論了 所以這張地圖 防守來說會比較偏難一點 尤其是你在上下方的時候 都比較難守一點 好 地圖上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野味的部分我們就不多說 就只有少量的野味而已 好 那目前兩邊都已經到了17P 那有可能會到21P左右 直接點封建了 我想說21P點封建的話 是打小弓 我覺得可能會多個1P 結果這邊肉馬開局可能會更快一點 好 那馬扎爾這邊 可能他的META不太一樣 因為他拿了5隻村民去撈魚吃 肉量可能會多一點 看起來這一關的META是這樣子 先撈魚 肉量就會多一點 那法蘭克這件是選擇不撈魚 撈果子 因為他有吃果加成 但是其實 撈果子這件事情 是法蘭克的一個優勢 但是實際上 世紀帝國裡面 撈果子吃是 食物採集速度最慢的一件事情 那撈魚來說是偏快的 那在以前的印度斯坦的版本 是有撈魚加成 村民 漁民有這個撈魚加成 那大概之後的版本已經改掉了 好像已經沒有村民會撈魚比較快的文明了 不太確定了 現在只有這個 達羅皮圖的漁船兩倍 收穫 好這個馬來 還有日本這些捕魚 比較有優勢一點 好 那兩邊都上了封建時代 那馬渣這邊沒意外的話 馬就應該會馬上補下了 直接打一個弱馬快攻 對他來說是很有大的益處的 那我看一下他會不會下馬就呢 欸看起來沒下喔 那應該是 不好意思他沒上 哈哈哈哈 他才剛上封建時代喔 不好意思 我太急躁了 好封建時代一下 果然還是有下馬就 好 這邊圍的就不錯了 這邊正面圍死之外 上面這個部分還要再圍一下 這個地方入口 好他直接這樣圍死喔 這樣更好 那這樣你在撈右邊這個魚群的時候 就會安全一點 而且這邊還可以再蓋一個模仿 就這個空間還放得下一個模仿 這邊撈魚的話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哇那這馬渣的撈魚撈的速度蠻快的喔 不知道還會繼續補村 就繼續撈魚喔 他打這個肉馬開局的話 肉需求量會很大 可以再考慮再拉個五村喔 這邊蓋一個模仿 直接撈這邊的魚群 兩邊魚開始互撈 好上城堡時代速度就很快了 而且還不用撒農田 所以總體而言 這一張地圖 要花的肉量雖然很多 但是能採集的肉量也是很多的 因為這邊其實木頭很少 你去撒田的話 木頭消耗量其實很快就 挖完裡面的木頭了 好那肉的話是選擇了 早期就在外面開了伐木場 家裡伐木場並沒有開任何一個 非常的穩健 但是他這樣一做的話 這個移動的距離喔 遷徙的移動距離就會稍微 花了久一點時間喔 那防守方便的話 如果對方出小弓 加上肉馬長長兵的壓制的話 就要特別小心喔 但是目前應該是不會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又可能是覺得 對方打馬扎爾的話 就不太可能會打小風無限 所以早期就來這個 前線伐木也是有可能的 好看一下中間這邊 欸馬扎爾西托 這邊是有 然後按一隻這個長槍兵啊 那下方馬扎爾 這個赤猴看到 哇直接一排為死啊 馬上就看到 欸有洛馬過來按一隻長槍兵 但是目前地圖上 大部分的還是馬扎爾的兵喔 還有這個 很多裡面喔 直接被帶了回家 哇看就吸透這個兵 六隻赤猴啊 狠狠啊 現在法蘭克要打赤猴很難打得贏 就是這個原因喔 因為自己沒有上硬弓的話 是絕對沒勝算的 除非用數量壓制喔 但是法蘭克在這張圖 好像 發揮上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因為吃果的加成效益還是偏低啊 烙魚還是比較香一點 雜細米好吃好吃一點 幹這個肉馬一出來 直接被烤成白癡 呵呵 剩了4滴血 但這個 法蘭克的肉馬 這個血量加長 所以這一開始的肉馬血量是54滴血 多9滴血 可以多坦個快兩刀 但是 就少這個一攻 而且如果馬扎爾 如果上品種的話 這個法蘭克會立刻打不贏 這個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細節 法蘭克要特別小心 對方上品種跟他硬打的狀況 好 這邊就應該沒什麼太大狀況 兩邊應該是都會找東打而已 好 那這邊 又 上面把自己刺吼 殺到對手家裡 這邊有抓到一個仙機 可能可以殺掉一村 哎呀完美 沒想到手殺是由 又拿下來了 哇又才拿到兩個殺 太狠了 好 那這邊又有更多刺頭來到左邊的模仿 想要來開敲 但是都為死 那上方部分這邊也沒有太大問題 這邊也防守很密 基本上沒有太多漏洞 那法蘭克早早就開始農下了 放下自己大量農田 那下方的部分 馬扎爾這邊是沒有去下農田 因為木頭缺少 超級稀少 因為他們有在下面開這個伐木場的關係 選擇這個 魔防現撈 然後雙馬就打法 那現撈會有個問題 就是 越撈越遠的時候 這個採集效率就越來越差 所以可能前期 這個馬扎爾這邊 經濟會上好一點點 但到了比較後面一點的時候 這個撈的效率會越來越慘 然後可能經濟上就會有點落後對手 但是這邊馬扎爾 這邊直接插下來一座劍塔 這個劍塔 感覺可以弄到點東西 這個劍塔能騎得起來嗎 這邊武村蓋 蓋得很快 可能會快到同時 但是馬扎爾會快一些 可以快了一些 果然快一些而已 這邊直接收村 這邊想要靠伐木 把這個木頭給挖掉打進去 但是又這邊有看到細節 後方大戰討論兵過來做支援 這邊的一個肉麻進攻直接被迫撤退 但是後方村民也不能安心的去 做一個伐木動作 一定要拉到左邊 直接變成撈魚絲 可以 現在什麼都要加個絲 撈魚絲 外送絲 什麼都要絲一下 為什麼台灣人這麼喜歡加個絲 比較有專業感 可能是吧 沒有這個題外話 我們繼續 好 這根劍塔起來 可能效果也不是非常大 因為沒有後續的一個進攻 跟防守的方式 所以這個劍塔頂多就是 跟對方 如如小小 繪色一下 然後再加上 後面村民秀一下 沒有小弓的一個劍塔弓 就是很單純 修理然後對射 修理收吞對射 哇這個馬扎爾西托 你也太誇張了吧 這個肉麻術 很扯啊 但是並沒有打到太多村民 只燒到一村而已啊 哇投資這種大量的肉麻 但是卻沒有打到一個先機 這邊大量長徑兵直接印出 法蘭克的長槍兵 長徑兵直接全部被擊垮 好這樣讓肉麻有機會 可以在這邊直接輸出 好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打出點東西了 如果右這邊直接斷村上城堡 這樣子長槍兵數量肯定不夠多 這個情況 這邊肉麻就可以一直輸出 那劍塔的話還有機會可以拆掉 哇這邊壓力非常巨大 但是這邊 又是有指定劍塔去攻擊肉麻 肉麻血量掉的也是蠻快的 而且這裡面點硬房有點可惜 如果點硬房的話 可能去硬扛這個劍石傷害會更好一點 不然被射一下也是蠻痛的 又倒了一隻了 好但這邊細脫修劍塔的一個招數還不錯 這邊其實修的還OK 哇直接打破殺了進來 又直接被土了一村倒地 但是立即收村 但是下方就有肉麻了 待會撤退的村民可能會難逃一死 好上方這邊長陽兵直接硬吃掉 但是這邊臭民一出來直接蓋石牆 但後方有這個肉麻追擊 這邊想要關本獸 這邊本獸關得還不錯 這邊剩下劍塔的血量可能趕快先打掉會比較好 但是這邊是選擇先尻這個石牆 但又是絕對不可能讓他輕鬆尻掉的 好這邊關本獸關得還不錯 上方這邊能關得起來嗎 這個血量剩一點點 160滴血而已 好上方終於上到城堡時代的佑 馬上蓋下了自己的修道院跟騎士 但修道院要小心一點 可能第一時間是沒辦法做防守的 因為對方是出刺猴 所以有擁有抗招響的能力 所以前期應該是拿來先撿這些聖物 是比較重要的 那佑這邊雖然稍微被打到了點經濟 村民稍微落後了一些些 落後了六村喔 上面上看起來是落後了十二村喔 但其實是因為西座還沒點城堡時代關係喔 所以村民可以一直按 所以大概其實只落後個大概六七村左右而已 其實... 其實沒有到那麼誇張的程度喔 好 那這邊又 直接 五隻騎士前鴨 這邊前鴨會把毒口...把這口毒死嗎 好看起來還沒有 這邊中間沒有毒死 完蛋 直接走進來 這邊可以進去吧 對阿 這裡可以進去 好阿 雖然這邊毒死也沒什麼太大意義阿 其他地方還是可以住 這裡也可以 這... 這就是這張地圖最大的困難之處喔 好 騎士直接到對手家裡繞 但長長兵不會放過這些騎士喔 那西座這邊也是喔 肉馬都在開繞 兩邊都打一個肉馬狂襲阿 好那這邊也是 差兩個劍塔直接逼走這邊伐木場的村民喔 現在其實... 又打得有點被動 哇這邊直接... 用這個赤猴去打騎士 有點不自量力阿 直接被收掉了非常多的一個赤猴 但是後面有長長兵過來可能就會打得贏了 而且這邊... 又已經有... 有這個生女了喔 還可以再幫這個騎士補血喔 但這邊沒有控好喔 吸托家裡大量的斗粒直接戳亂了五隻騎士阿 好這邊都慘...慘遭殘血了 這邊還有只要想到一隻... 刺猴還不錯 而且還立即收村了 好 還有把這個... 生女放在裡面 但是... 又這邊並沒有把殘血的騎士... 拉回家 做一個治療動作 這邊騎士還在做輸出 又砍死了一隻馬 再一隻 好 這邊直接砍掉斗粒 全部的赤猴都殘血 生物繼續搬 好這邊箭塔繼續進攻 這邊終於馬渣已要到了城堡時代 黃金挖的人有點多 11隻... 村民在按喔 這個... 大爆蛙鯨 這個是要打什麼 直接打個單TC速地... 開弄嗎 有沒有這可能 這個黃金量其實是可以直接上帝龍時代的 但是肉不太可能 肉這邊可能還要再補一下 還是他有可能是要靠買賣上帝 好像也不屑實際耶 可是黃金這麼多的情況下 不上帝... 直接出兵 這可以馬上爆一堆騎士喔 但肉還是要補壞一下比較好 真的可能要炮箱買賣喔 調一下經濟 好看起來是沒有直接要上樹地囉 然後不上樹地的話 右這邊直接開弄就會 稍微有點優勢了 雖然上面帳面村民上下是輸了九村喔 那這邊上完城堡時代之後 法蘭克右這邊可能只會 差距... 一兩村 或是三四村左右的一個村民差數而已 差距啦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會太大的一個影響 對於經濟來說 好 右這邊直接 拿了一堆騎士打這個窄口 但是這邊有非常多的斗力走得過來 哇這個數量有點扯喔 十二隻斗力 但是又可以找到一村 哇呀很賺 抓落單就是這麼的爽 那這邊進攻著實有打到一點效果 左邊這邊直接被插爛 那這樣子右的話 勢力只能往中間跟上方喔 那待會吸脫的一個攻擊目標就很明確了 就不用再下去找對方的村民了 只要去他家找跟中間上方就好 下方的話就不用再去巡邏了 好那這邊直接斗力上去硬戳 這邊騎士 直接砍掉了非常多的弱馬跟斗力喔 還是有做到點事情 雖然這邊三隻騎士也快要出事了 斗力已經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再戳個一下 全部殘血 哇剩一滴 三隻都剩不多血 趕快拉回去補個血就好了 我覺得 這邊不要再繼續打 這邊第二批騎士出發 十隻騎士 再度出門 右這邊打的還是比較偏穩定的 這個TC跟馬就的數量並不會太多 導致自己按太多村民了 然後沒有騎士喔 那這邊TC下的時間我覺得也蠻剛好的 他不會讓他的騎士有斷的狀況 這隻殘血的騎士他想收掉 這隻獅頭再一刀就可以砍死這隻騎士了 第二波騎士過來直接硬砍 哇又收掉一村 這一波又太狠了 第二波進來 家裡其實沒太多斗力 斗力都追得出去 家裡這一波要防守可能會有點困難 可能村民會死個好幾隻 這邊村民直接拉近 五三村對四十六村直接反超 又有一個打法 本來落後村民現在已經領先了 這個就是右 本來我剛剛還在預測可能差個一兩村而已 結果不是差一兩村 我是領先好幾村了 這個就是 強軍士喔 降圍打擊啊 人家逢劍時代 你城堡時代跟人家騎士打 絕對是把人家打到不要不要的 好這邊沒辦法做一個完美讀口 所以只能稍微這樣圍一下 但是這邊其實都圍得差不多 而且你看這邊大量老雨的一個問題就出現了 這個顯得有點麻煩 來回時間越來越長 而且雨都吃完了 待會還是要灑農田 好那西拓的一個封劍的優勢已經完全消失了 來到城堡時代 第一時間也沒有馬上補下自己的TC喔 經濟有點慘 不太確定他TC要開哪 我覺得TC開每個位置都有點慘 開中間的話又很容易被騷擾 但是這是最快的方式喔 正好是可以開這個位置喔 這邊有金礦的石頭 而且還有一些少量雨雪跟木頭 這邊頭感覺還是不錯的 好這邊勝率招一下 直接招到了一隻 好西拓這邊直接大馬步 然後直接硬砍村民 兩邊的死傷術其實差不多了 但是右這邊踢到開TC的關係 所以村民上還是有點領先 領先六村 好TC就開到正面位置喔 好那這個位置的話只能先撈魚吃喔 但是可以當個箭塔的效果 守住門面喔 像是一個小城堡的概念喔 但這個城堡實在起步搞 最好還是趕快挖點石頭 在這邊潛線插一座堡 或是這個TC附近插一個堡就可以了 會比較好 或是三叉地帶放一個堡也不錯 感覺也很棒 這裡魚也很多 香 好那果浪又也是在TC旁邊蓋一個城堡 因為通常第一座城堡 蓋前線附近的TC來說是比較安全的喔 可以抵抗對方的頭死侧 那你第一個TC 蓋出來的地方就不會倒 就會比較安全一點喔 大概是這個邏輯 好下方的一個大量騎士直接衝過來 但是後方有兩隻勝負做招翔 那後方還有騎士補了過來 然後用數量招翔的反差打法 去碾壓對手 但刺手第一時間到後方直接砍了老頭 老沛直接硬身倒地 但數量上明顯西拖這邊還是有點有優勢的 而且還有兩攻的傷害 這邊西拖一到城堡時代 直接給他斷鬥技術 但是法安克還沒有斷鬥技術 那兩邊都是有平衡的情況下 但是沒有打出非常好的一個成績 右這邊直接落敗 那第二波進來 右就直接打贏了 但是右這邊後方還有一隻騎士在後方喔 做一個出出 這邊僧侶可能還要再按個幾隻喔 這邊有這招翔 直接老頭來嗡了 嗡一下 嗡 嗡 應該可以嗡到一隻 欸 居然沒嗡到 嗡個血多一點了 OK 很細節 好西拖直接3TC開撈 上中的一個TC開始農了 那前線還補了個修道院 應該是要來當前線修道院 招騎士的一個打法 好那這邊更多騎士再補了過來 直接再硬尻 好那一級農田點像 還有自己的二級防也補了 哇目前看起來右打得很穩啊 村民術直接領先石村 雖然村民術可能會被稍微打掉一點 喔又被殺了一村 這邊直接分兩隊 但是這邊還有直接做一個分隊 右的防守來說還是不錯的 好正面看起來這個料王塔也做到了十足的效果 這邊前線修道院有個重點 就是你要插一個哨戰 你知道才有足夠的資源 第一時間去反應 不然這個反應絕對是來不及的 你們看一下視野 有這個哨戰差很多 直接多這一大格出來 這個就是哨戰的一個用途 好那下方這邊直接 直接變成西拖的領地了 你看這邊西拖就很單純 只要找中間跟他家裡打就好 好當然這邊又也知道現在自己的弱點 所以這個城堡我真的覺得蓋的很不錯 好那第二桌城堡可以蓋下去之後 可以考慮要不要前壓城堡 法輪克的寶壓也是蠻強的 但是第一時間西拖可能 是要第一個寶壓對手的打法 這邊可能要壓到這個位置喔 直接拆這個TD 哇果然是這樣子 那這邊這個洞可能要補一下會比較好 好這邊直接上面開打一波 長龍兵直接搓爛騎士 哇這邊又騎士沒空好 損失犯過多的騎士啊 哇騎士的數量變得很少 好那西拖前線蓋寶壓制 那又把第二座城堡放在家裡 第三座才對 好這座城堡啊 看到了有點晚 看到的時候已經來不及 只能選擇撤退 這個TC看還是要爆開了 那這邊可以選擇原地喔 去打獵喔 或者是直接去發伐木 那西拖是選擇要來撈魚吃的樣子 那這邊可以蓋魔房 上面還可以打獵 香 目前看起來有點偏向馬扎爾西拖這邊的局勢喔 雖然剛剛西拖一度有點被打回去的感覺 但這邊後續的馬爆 利用這個馬扎爾免費二攻的傷害 稍微打下一些強軍士的優勢出來 當然又這邊用了自己的強經濟喔 這個經濟還蠻猛的喔 爆出了蠻多的騎士喔 雖然也有在做進攻跟防守 但又這邊失誤了兩輪喔 這個騎士都被斗力戳到一大堆血量 導致有一些進攻並沒有顯得非常誇張喔 那這邊騎士數量其實差不多 兩隊都有超過十隻的騎士數量 這邊二防點一下 這邊直接蓋一個城門 哇 兩個城門直接獨入口想要來關本獸 這邊本獸關的不太好 但是這邊就是右的一個稍微劣勢的狀況喔 雖然沒有直接損失掉任何一隻騎士 但是大部分都殘血了 這隻可能也收不掉吧 對啊 騎底血 但是這邊直接要來前線蓋TC 但是這邊騎士雖然有很多 這邊硬蓋的話可能會直接打起來 這邊決定還是還款喔 TC不要往前蓋 這邊不蓋這邊喔 如果是我會想蓋這裡 因為這裡有少量黃金 但是上方就是吸托的領地喔 上方可能會打得更兇一點 好 這邊青騎兵第一時間去後方裝到神旅 但神旅直接走到城堡裡 那這邊青騎兵直接在城堡下 直接被大量射光 這邊有點劣勢 吸托我覺得有點太躁進了 這邊躁進這個結果我覺得不太好 完蛋了 哇 這邊數量突然又稍微反超 好 吸托會稍微按點長陽兵升級嗎 還是繼續抱騎士硬打呢 好 這邊要來直接前壓TC了 城堡中心要蓋下喔 蓋下地一下之後要敵掉嗎 還是硬蓋呢 這邊可以直的一看喔 後方還有車女座招翔 但數量上兩邊騎士都並不多 兩邊騎士數量都18隻 但是後方有騎士招翔 但第一時間幸福 大雷一隻騎士打後面的僧侶 車女直接硬身倒地 這面騎士直接一致展開 但是補給線以吸托來說是比較近的 後方騎士不怪可能還有點機會 那目前兩邊血量都非常低 但目前吸托的數量已經開始偏少 而且TC已經蓋好 TC已經蓋好之後 數量可能會打不贏 往後退 好 這邊告完TT 直接在前線再蓋著城堡 這個是用了最後一波的感覺 這座城堡要是蓋起來的話 吸托可能會大難零頭 這邊正面一個開戰 但數量上還是有點慘 因為這邊吸托雖然肉有四三個在挖 但是肉量一直沒有要他補齊 上來出這些騎士 騎士數量越來越少 這面有沒有更多場合兵 這面要補一座城堡 直接做個買賣 但是來不及了 對方城堡已經快蓋好 這一波石頭買賣沒有做到任何效果 反而讓自己的經濟更慘了 哇呦 這一波城堡前壓相當精彩啊 還以為他這個是要這邊單TC 然後開始開稿 結果這邊開稿是城堡才是重點 這個是中繼戰 然後這個TC是拿來讓他躲村民用的 看情況不對就躲進去 有機會就來出來蓋城堡 哇這個想法很讚啊 好那這樣就是有點 復換TC的概念了 好那這個TC掉了之後 不太確定西數還能不能繼續打 雖然現在村民宿是有領先15村的 但他現在經濟不夠好 那些買剛剛那桌城堡起來 自己搞的經濟有點爆炸的感覺 你看這個數量其實不太夠多 大部分都是 右的騎士喔 帶地圖上面亂串喔 上面這一坨直接抓到GG 吸托真的GG GG的有點防不勝防啊 哇這一場打得很精彩啊 雖然很早就結束喔 只有到城堡時代而已 打了46分鐘 但這場的騎士暴也是看得相當過癮喔 而且前面這個封建塔工喔 這個就是用這個箭塔 加上洛馬的壓制喔 給的很始祖 而且後方的一個追擊 也是看得非常精彩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我覺得騎士暴 而且打這種很多漏洞的圖 很考驗就是自己的反應喔 還有城堡插的位置喔 都是一個細節喔 那我覺得這場又打得非常的硬啊 本來封建時代落後蠻多的喔 但是後面又慢慢讓他打回來了 那我覺得吸托有值得一講的事情是 他前期喔 果斷去牢羽是很正確的 但我覺得到了中後期 這個牢羽的效果真的是也是 出現蠻重的一個問題喔 就是後續的肉量肯定會比不上 法蘭克直接種田的效率喔 畢竟他有免費農田科技喔 但Mazada並沒有 而且你看他這樣一牢羽喔 要拉非常多的村民去牢 這樣經濟效率其實很好 我覺得吸托有點太依靠 撈魚這個能力喔 因為Mazada其實牢羽速度也不快喔 然後他要去想要免費白嫖這些資源喔 這個也是個問題 雖然說白嫖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就是 這個 撈魚就是沒有像種田那麼穩定喔 我覺得種田還是好一點點 好啦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部分 經濟部分 經濟部分的Mazada這邊肉量十足有超過 哇 11萬7耶 其實吸托的經濟是更好一點的耶 哇那這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 所以其實吸托的撈魚戰術是正確的 那我剛剛應該是有講錯了 這邊應該是確實是又經濟上會慘一點喔 畢竟是要花木頭去換成肉的一個經濟劣勢戰 但是Mazada這邊 黃金上少了很多 少了大概6000多 所以撈魚策略是正確的 但是撈魚的人太多了 應該是這樣講喔 我看他這邊模仿也確實很多人在撈魚 可是 我知道為什麼他肉感覺那麼少了 因為他有用這個買賣喔 去買石頭的關係喔 但因為這邊經濟都很平均喔 所以並沒有太多用這個市集喔 因為你每一次用市集就會讓自己經濟下滑一點喔 這就是一個經濟買賣交易的一個問題 會有這個手續費啊 你只要交易一多的話 這個經濟就會整個下滑 可能看起來是自己的表面上是領先的喔 但實際上你根本沒領先 像又這樣子用少量的市集買賣就好了 不要像吸托這樣子喔 直接大買賣直接全部資源偶爾買一棟城堡直接硬蓋 可能就會直接經濟崩塌然後就出事了 感覺上這場的一個重點喔 是後期的那一波經濟買賣喔 也是肉也給到對手壓力的關係喔 那一波城堡差的真是精彩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來幫忙下訂閱 那也不要忘記請幫我這部影片按個喜歡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 掰掰